条件为True的时候,加上储存格的底色跟它的字的颜色改变 那我怎么去更改它的字的颜色,底色,我明明先讲底色好了 如果你要修改底色的话,记得打一个Sales 一般性是先刮糊,不过如果你加了刮糊之后,它的提示跑不出来,所以你刮糊后加好了 如果你要修改它的背景颜色,你再打一个I 它叫Intero Intero 它的Color,也就是它的底色,背景的颜色 等于什么呢,颜色如果你今天要加上去,我讲过了,以后反正在VBA里面 只要想到颜色,就要想到一个函数叫RGB RGB 那如果是底色的话,它一定是红绿蓝嘛,那黄色怎么搭配? 其实很简单,0到255,我记得应该是红色加上绿色 不要蓝色,就会是黄色了 OK,应该知道这意思吧,最大是255,最小是0 那如果你今天有点像调色盘,黄色全部,绿色也是全部 没有蓝色,那出来的话,一定就是黄色 可是你想说,老师那我记不得那么多,没关系 有个简单的方法 以后,如果你不知道黄色,你可以从这边其他色彩 先选一个黄色,再找一个字定 这边就告诉你RGB了 这边颜色不就查出来了 所以以后你要查颜色很简单的 先自己先挑个颜色 挑完颜色之后,找到其他色彩 再到字定 它这边就RGB了 你就把这三个数字填到RGB里面 你的颜色就出来了 OK,所以应该很简单吧 任何颜色都可以产生 OK,好,那我们产生黄色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我就底色就有了 不过特别注意,刮壶请你后加 那为什么不先加刮壶 主要原因是你加了刮壶 它那个提示跑不出来 所以我的习惯是先打完这一串 再告诉他我哪一个储存格 如果你拿这个储存格 如果你忘了加刮壶的话 它就全部的储存格通通套用这个底色 就不对了 好,那再来Enter 那字的颜色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你把这一行复制一下 把Interro改成什么 改成Fone就好了 其实这边一样 把中间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Fone就是字形 Fone OK 然后它的颜色的话是 红色的话 那就是255 这边改成多少 0 有没有 R G B 最后的话呢 再输出里面的词 里面的词是这个 所以把它拉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这个复制一个 Ctrl键按住 这样子 Tab一下 那这边把它Delete一下 结构就做出来了 OK 所以撰写VBA特别之外 为什么 那个缩牌一定要缩 因为如果你有缩牌的话 这个Fone会对到这个Fone 这个Fone会对到这个Nets 一组的 这个会这样对准 也就是说 你如果都对准 程式就基本上不会错误 但是如果你乱写 我看有些同学 当然他也是练习 没有缩牌 我看的是很辛苦 因为我不知道你可能戳在哪里 但是如果你的结构清楚的话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那再来的话 我还建议 前面好像有讲过 你按单引号 第一个 你这个是做什么的 第二个 单引号 第二个 这是做什么的 第三个 单引号 这是做什么 你后面可以打一些注解 注解是打给你自己看的 你 但我觉得你初学者 这些都是小细节 却是大关键 你不要说急救张 一直打 一直打 错了 不知道在哪里 哪里错 其实错都是在细节里 因为我一看 其实都是你如果 你如果把这个 说牌都做好了 然后注解都加上去了 你自己也可以找到错误了 所以很多同学 是错了怎么办 就伸给我 我一看就是一个小问题 因为他是很急着 要把东西做出来 如果说你还是 奇怪 错不知道错哪里 没关系 云端上 我不是有写过很多东西 放云端 你把它比对一下 有些东西你少了之后 马上就出来了 一看就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了 那不用急 尤其是你们也急不来 为什么 因为你们